朱元璋我们都知道,明朝的开国皇帝,并以其严格的反腐政策和铁腕治理而闻名于世,他出身贫寒,历经艰辛,最终在乱世中崛起,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不一天子,朱元璋在位期间,以雷霆手段整动官场,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他制定的铁律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力战,这一规定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而六十两白银在现代又相当于多少钱,他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巩固自己对国家的统治的呢? 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朱元璋在1328年出生在豪州中离的一个贫困家庭,在他幼年时,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兄弟姐妹艰难度日,在1334年,太阳炙烤着大地, 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使家乡的农作物颗粒无收,村民们纷纷流离失所。 为了活下去,朱元璋和兄弟们一起走上了乞讨的道路,流浪的生活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看清了社会的残酷。 后来家里实在贫困,他被送到黄爵寺当世僧,学习读写和算术,在寺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他们的帮助下。 学会了读书写字,开阔了眼界,同时他也了解到了一些佛教知识,而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后来他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后来朱元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说了郭子星领导的红金军,他感到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决定前去投奔。 在加入红金军后,朱元璋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聪明才智,很快成为郭子星的得力助手。 1356年,朱元璋脱离红金军,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战争突围计划,他率领部队以少胜多。 多次击败强敌,逐渐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他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保持部队和粮食的高状态,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和事迹。 1371年,经过多年的征战和努力,朱元璋终于实现了他统一全国的梦想。 他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作为开国皇帝。 朱元璋面对赛治理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争的国家的重任,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整治局面,开展农业,振兴经济,改善百姓生活,并且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推行减轻农民负担。 加强灌溉和水利工程建设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当朱元璋面对官场的贪污乘封,则是制定了严厉的反腐政策,他规定贪污60辆白银以上者力战。 当时,一辆白银能购买300斤大米,60辆白银折算下来相当于现代的54000元人民币,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笔巨款。 而对朝廷大官和商骨来说则不算多,明朝官员的俸禄普遍较低,普通官员年俸只有三四两银子,六十两白银相当于他们十几年的收入。 朱元璋通过沙头来震慑贪官,有效遏制了官员的贪污行为。 朱元璋在战争中的成功离不开他出色的军事战略,在反原战争中,他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军事战术,如借助地形优势、灵活用兵、严格训练等。 1371年,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统一全国后,他继续整顿军队,改革军制,使其更加有组织,纪律严明,战斗力更强。 他还在边疆建立防御体系,成功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采用创新的军事战略,关注军力素质提升。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取得了成就,还推动了文化和艺术的繁荣。 他下令修筑了许多宏伟建筑,如紫禁城、明孝陵、南京城墙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朱元璋注重培养人才,推行科举制度,鼓励人才涌现。 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官场,加强监察体制,制定反腐法律,限制特权阶层权利。 他还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推行减轻农民负担。 加强灌溉和水利工程建设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朱元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经过艰苦奋斗,最终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他严格的反腐政策,成功的军事战略和全面的新政,使明朝初期的国家得以稳定和发展。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取得了成就,还推动了文化和艺术的繁荣。 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和意识,例如他与臣子们的互动。 他在位期间的许多角色和行动,都为我们今天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据资料显示,白银在明朝时期是绝对的主力货币,一般百姓使用的都是碎银子,很少会出现元宝,即便是一两银子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都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原因很简单,银子在明朝初期的购买力很强,仅仅一两白银,就已经可以购买两袋大米。 明朝的两袋大米又相当于今天的多少斤大米呢? 明朝的石是一个容积单位,米又分为精米和糙米两种,各地大米的品种不同,重量也会不同。 不过,一旦大米的重量浮动并不大,在没有黑心伤人动手脚的情况下,重量大概在150斤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150斤是明朝的重量单位,已经相当于今天的590克左右,按照今天500克一世斤的标准来算, 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80斤,大米的价格区间比较平稳,一般从3元到8元不等。 再贵的大米就是少数了,不在咱们的估算范围内,所以将每斤大米的价格定在5元。 这样算来,明朝一旦大米的价格就相当于今天的900元左右,而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十大米,明朝一两银子也就相当于今天的1800元左右,60两白银则相当于今天的10万08千元。 也就是说,60两这个数额,换算成今天的比例来看,金额并不算太高,从这个角度看,朱元璋制定的这项对贪官的惩罚制度,属于相当严厉的,但根据明太祖实录所记载。 明朝官员的俸禄当时并不高,六坪以下的官员俸禄则更低,仅90弹大米而已,这样的收入明显与宋朝时期采取的高俸禄来防止官员贪腐的办法不同,明朝采取的是低收入,高惩罚力度,朱元璋是真的想要打造成一个清正联名的王朝,古代不同朝代的计量单位都有所不同, 但基本不变的变他们之间的兑换,一两金子可以兑换十两白银,一两银子便可以兑换一贯铜钱,一贯铜钱又有由一千文铜钱组成,从这个兑换的方式可以看出,银子在古代是非常值钱的。 而普通百姓家一年开销大概也就二两银子,也就是说,六十两银子可供平常百姓一家生活三十年,根据推算,在古代的唐朝时期,银子的价值在三千块钱左右,北宋商业繁荣,银子的购买力稍微低一些,银子的价值在六百到一千元之间, 而到了明朝,由于海外银矿的开采,中外贸易的增加,银子贬值比较严重,这个时期银子的价值在六百到八百元之间,按照当代大多人的月薪来算,三千到四千的月薪在明朝也就七八两银子,再从银子的购买力来看。 明朝万历年间,一贯铜钱及一辆银子可以买一百八十八点八公斤的大米,那么六十两银子就可以购买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公斤的大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庞大了,按现在超市便宜的大米,三块钱一进来说,一辆银子大约为一千一百元,那么六十两银子就是六万六千元,这也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一年所挣的钱了, 或许对于现在,若因那六七万块钱失去性命,确实有所不值,但还要考虑到当时朝廷官吏的俸禄,根据史书记载,官从七品的人一年的俸禄大概在四十五两左右,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五万块钱,六十两银子已经超过了他们一年总收入的质合,况且这还只是七品官员的俸禄,更别说那些官贤较大的人,根据《红楼梦》的描述,贾府办理一次宴席, 光螃蟹的费用就要花费二十四两,可见在富贵之家是多么奢侈,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六十两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何况对于历经灾祸的百姓来说,更是救命稻草,朝廷所拨的救灾之款,贪官污吏,贪得又何止六十两,更是平常百姓的性命,后世对于朱元璋此人有着暴力之君的评价,原因在于他在位期间推行严惩,杀人众多,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正因为这些严刑律令的推行,才威慑了朝廷及地方官吏,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安定,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俗话说,水能在舟,亦能复舟,对于君王来说,百姓生活安稳,社会安定,才是一个朝代延续的根本,人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只有知足才能常乐,做任何事都要懂得量力而行,可而止的道理,那不然物极必反,我们在看古代的影视剧史,会看到不同时期的各种货币,比如铜钱, 白银和纸币等,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白银的价值是非常高的,能够拿出白银的大多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他们死的一点也不冤,明朝时期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元人民币左右,那么六十两就相当于十二万元人民币,这个数目或许有人觉得并不多,但是朱元璋极其愤恨贪官污吏的,他可不会容忍这些人为所欲为,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也出现了例如有时候都吃不上一顿好饭,甚至还会饿死的后果,而且也影响了往后明朝官员的俸禄问题,这种单一的惩罚制度也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还是要从根源上寻找问题,结合其他如体制方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感谢观看